那這個郭律師 你去吃榜前料理喔 我必須要講就是 臺灣最近這一波真的是 榜前料理炒起來一波 真是雨後吞損般的這樣開 而且價格是節節高升 臺灣 臺灣 臺灣大概吃個 兩三千差不多了 我自己覺得 一克 對一克 我覺得差不多 很頂級 後面開始出現很多新的榜前料理 那個光訂位你訂不到就算了 他還六千 八千 一萬 我吃過 臺幣 臺幣 一個人要說一萬 不是一碗一萬 是一餐一萬 還不含酒 這樣水還要加一千的 要加 要加 所以這個 一個人吃的要萬幾塊 要萬幾塊 結果 哇塞也要打 對啊 要做 要做愛情 照顧我家吃那一頓 可是我們去日本吃 那個 哇那個價格就差很多 先不要管匯率 他原本的定價就沒有到臺灣 這麼的不友善 對 而且你吃的就是日本的料理 我要介紹一個就是說 我 我有一次我們去吃 這個是我過年吃年夜飯 選擇在東京吃的一間餐廳 他在營作 營作最貴的 營作最貴的吧 是東京裡面幾間 前三名的燒肉的其中一間 那他的套餐 他就是四套餐一個人 然後我們去六個人吃 然後一個包廂 整套的 一開始就來什麼 就來給你香檳 年夜飯這個選擇就還不錯 然後呢 他就馬上牛肉的各種料理 牛肉塔塔上面放一個 這個生食級的雞蛋 那湯 他的湯松露 可以配個湯切一片松露給你 哎唷 這個非常一整片 一整片松露很貴 很貴 然後呢他要開始烤這個牛肉的時候 先展示給你一整片 一人一片雪花 但是至少這樣看這個雪花 至少A3等級啦 至少A3 吃A5我們還有點不習慣 還有點太油 還特別選A3的 好 你看他的 你包廂服務他是專人來幫你烤 你不用 你都不用烤 你就吃你的 喝你的 聊你的天 你都不需要忙所有的事情 你只要跟大家聊天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說各種的這個菜色 有牛蛇 牛蛇好吃 好 很讚 又很厚 很厚 很厚 好 怕你吃不夠 再弄個這個 飯 拌飯 牛肉拌飯給你吃 面對是牛肉嗎 牛肉 還是牛肉 還是有牛肉 對 好 那他知道你們是要這個過節 最後面甜點 好 再送一個禮物 生日誒 Happy Birthday 好 給大家猜 這樣一頓多少錢 年夜飯 然後包廂 營座 高樓 有這個風景 來 兩千五 兩千五台幣 過年喔 東京喔 好啦 兩千五百五 好 我必須要講喔 大家過年在臺灣一頓吃多少 在這種高級餐廳 要不要兩三千一個人 要喔 如果你吃這種像板前料理 或是燒肉料理 我剛剛講板前料理 這個基本上都五六千以上 如果過年可能七八千 然後破完都有 好 結果他的這個季節菜單 他最頂的價格就一四五零零日幣 一四五零零 一四五零 把它乘以差不多四點五 零點二二 零點二 差不多三千 差不多三千 代表 最貴的了 最貴的 已經是最貴 所以他便宜的 你可以往下選 選到兩千塊 而且在營座 在營座 營座地段太貴 太好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我這個如果要選擇過年 然後吃餐廳選擇的話 你如果過年在臺灣 你要到中南部過節 你一定訂不到餐廳 不然就是要排隊 不然就是價格又高得下人 你覺得如果這家 你剛才吃的 臺灣才要多少 臺灣我覺得七八千差不多 一個人 他吃飯有跟你限時間嗎 這個還不限時間 那臺灣是一定要 因為他只做一輪 對 臺灣一定要限時間 林庸哥講得沒錯 我那個年月飯 我以為有一次在臺灣吃 那個 我們今天全吃分享啊 有 差不多吧 他給你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 你就要換下一輪了 就要走了 然後菜上來之後 這個可以收了 然後就會把那個菜拿走了 對 很趕的感覺 然後會有意無意跟你講 客人在外面等 對 然後你就會跟你講說 沒關係 你把媽媽吃 你把媽媽吃 然後一直趕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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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 然後就說要搭電車很方便 就搭電車 可是有一次去北海道 冬天下雪 下暴雪 有一次我們就是沒有開車 我們就是自己坐車 然後我們在旭川 要往這個美英 美英那邊就比較偏僻一點 你就要再坐個車 或者坐公車去 結果我們是在火車站的時候 我們在等火車來 因為下暴雪 就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都停死 他說我要下一班火車 來是什麼時候 我要再回來 我可能都來不及 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怎麼辦 那我們是要搭計程車 還是我們去租個車 然後我太太就說 不要開車 很危險 那個昨天新聞才講說 又有臺灣旅客出車禍了 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你這麼不相信 你老公的駕駛技巧嗎 對不對 雖然我沒有坐雪地自駕過 但是我也是慢慢開安全駕駛 他說不要啦 不要啦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僵持不下 你知道在月台 那個大雪紛飛 很冷 心也很冷 因為我們就開始吵架 因為最後面就拋不過 好 那我們就搭計程車 搭計程車是日本最奢華的消費 日本的賺錢很貴 最奢華的消費 那個不是說你 他沒有Uber 那時候沒有Uber 他現在去搭一趟 去個美英下來 三四千跑不掉 我們就只好硬著頭皮 他比我插謊 第一次去日本 然後因為只有很短的時間 想說我們不要去東京 在基町要去東京也不知道要忘了 人家就去包 包車 包警車 來東京看看 夭壽喔 因為高速公路 不可以叫他停 實在是要叫他停 因為那個跳臂 靠那看不清楚 那邊就是心臟 不用就是這樣出來 他在跳 我覺得我會心臟跳臂 快了 兩個人說 靠他要怎麼 也不知道多少 好啊 來這裡沒命給他 對 好可怕喔 那個真的是 金字好貴 對 所以你看喔 那個看那個跳表壓力多大 那個玩的心情就會受影響 然後看那邊跳表 後來我們就那一次旅遊回來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真的沒那麼好 我們試試看自駕 就下一次學弟自駕 我們就想說做個功課 去慢慢開沒關係 滑就滑慢慢的 後來我們就去租了一次 發現一次就愛上 後來每一次去旅遊 這樣下來 我現在已經累積 日本的自駕經約大概二十次 就是你真的會愛上 為什麼很多原因 一個是他學弟自駕 你也不用怕 為什麼 馬上給你換血胎 你也不用跟他申請 直接給你血胎 那其實大部分的路 高速公路 其實他有一些 會有這個防血的機制 就是他會讓他溶掉 你去其實只是濕 但是不會是結冰的 所以其實算安全 再來是日本人開車 其實都慢慢的 你都不用擔心 有人給你操車 或是突然一個摩托車 創出來 不會 就慢慢開 就算滑 他就滑一下 你就放著讓他滑 其實都還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